修学佛法 接受佛教育 一定清净明思 这个明不是知名度高的明 是个光明的明 灵的明 就是真正的有道德 有学问的 这样的一个老师 你清净他 你才能够真正学到佛陀的教导 那么您说这个清净一个好的老师 是不是也就我们一般俗称的皈依 跟这个是不是相关呢 这个也不能完全相关 这个皈依是学佛必须要的一个阶段 皈依的意思是好的老师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净一个好的老师 郝老师把这个佛法修学的总纲理 总原则传授给我们 这个叫做皈依 皈依是叫我们回头 衣是依靠 从哪里回头回头呢 我们过去迷惑颠倒 邪之邪尽 身心的一切污染 是严重的污染 所以这个皈依就是叫我们从你回头 要一举 从错误的知见呢 这个回头啊 要以正知正见 从一切污染回头啊 以清净心 所以啊 这个是学佛基本的条件 你一定要从你斜然回头 要以绝正见 你斜然是自己 绝正见还是自己 所以这个真正皈依 是皈依自信三宝 这个决正境就是三宝